皮诺县已迈入高龄社会 银法族对于饮食的特殊需求 越来越受到重视 皮诺县四立华州公家 今年特别办理养生料理讲座 邀请具有众议师资格 皮诺市九分堡餐厅厨师增人校 示范如何料理适合长者食用的 温素营养汤品 我里面有加了丹龟 然后还有加川穹 然后还有那个红枣跟我们的枸杞 然后当然主要是我们贵来地区 它是有牛棒的一个固香之称 所以我特别加了牛棒下去 然后炖我们的排骨汤 因为排骨里面还有钙质 长辈的部分都是主要 他们牙口非常不好 那他选用这个猪 猪肉也是有一点 就是炖得很软 所以他非常适合长辈来使用这样子 另外大人科大餐旅系讲师公营秀 则示范以富含花青素及维生素AC1的 蝶豆花所调制的冷热饮品 今天我们用到的配方 里面有加上苹果 然后萤火糖浆 然后蜂蜜 然后还有蝶豆花以及柠檬 所以喝起来会有点点酸中带甜 那个酸酸甜甜 然后非常的温和 很适合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喝 我也是60岁以上的人 华州公家表示 学校规划一系列 英法组养生料理教学课程及讲座 让学生透过学习健康养生餐点的制作 更了解长辈们对饮食的需求 深度理解长者因咀嚼 嗅觉功能退化而产生的营养均衡问题 进而培养学生同理心 老人的主学能力比较差 然后透过这个养生饮品 可以让老人的咀嚼能力会比较好一点 有很大的收获 以后如果家里有老了 爸爸妈妈老了可以煮东西给他们吃 我想举办这个活动的意义就是 我们希望这个我们社会的各行各业的 这个人能够对于我们社区里面的 这个高龄的这个长者 能够有更多的关怀 在屏东温馨府能设经费益助下 华州公家今天结合大人和大餐旅系 爷子园老人养护之家及归来社区 共同筹办送餐活动 将学生亲手做的养生汤品条理包 送给归来社区及爷子园老人养护之家 弱势长者 希望抛砖引玉 唤起社会大众对高龄族群的重视与关怀 此外华州公家明年度更将设立照顾服务科 培育专业与同理心兼备的长照人才 评论新闻张如云 柳建荣采访报道 本人会访植اذ新闻